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期 我想做很久的一个视频 而且也是很多小伙伴在私信里 还是就是留言里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帅哥平时你怎么练你的腹肌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腹肌做的很少 只有在快到比赛临近 还有一到两周的过程中才练腹肌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练腹肌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所以呢我今天想分享一下 我练腹肌的这么一个经验 现在来到了大家看到 是World Gym的这个Posing Room 是它的二楼 然后二楼有很多很多腹肌的器械 我现在就利用这些器械 给大家展示一下 该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些器械 来刺激你的腹肌 好吧 咱们现在开始 Let's go 首先给大家讲第一个动作 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 卷腹的器械 首先大家看到这个器械呢 跟咱们其他的器械有一点点不一样 通常器械呢都是放在后面 然后手是扶在这里面 然后这么卷腹这么一个动作 对吧 那这个器械呢是在前面 大家看你正常器械的 这样的器械的话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容易用那种爆发力来做 就比如说蹦蹦这么做 做得非常快 次数很多 示范两个动作 你会觉得很容易 因为示范两个动作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的背扩肌会参与发力 因为你每做一个你的手肘 都是这么摆动的 就没有完全的 就是说彻底的练到你的腹肌 同时呢 因为你有惯性 所以你会用激励惯性来进行一个发力 这是不可取的 我现在教给大家该如何更好的刺激你的腹肌 首先 气息调整好以后呢 先吸口气 然后保持气息稳定 然后往前走一点点 感受你的腹肌现在正在收缩的状态下 然后再往下走 同时吐气 看着 在这个点 保持一到两秒 充分感受你的腹肌收缩 然后 吸气 没有到头 没有完全回来到这个点 就到这就停下了 然后再吐气 再做一个 我的腹肌已经在燃烧了 所以呢 大家看到了吗 首先让你的腹肌保持一个收紧的状态 然后再进行一个彻底的收缩 然后再顶峰收缩一到两秒 然后慢慢下来 不要到头 然后再收缩一到两秒 大家看到这个这个器械 我估计比我跟团圈链加起来岁数都大 我像这个秀吉般般一样 咱先拿这个做成了啊 很多小伙伴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 以为这个动作是很常见 但它就很简单 其实不是 这个动作相对于咱们刚才那个器械动作呢 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因为当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你如果没有很好对腹肌油控制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甩 就会 你会甩对不对 就甩 因为你为了让它起来 所以呢 我建议新手想完成这个动作的话 你可以先把你的这个腿 稍微翻一点 就是 虚吸这个动作为主导开始做 而不是说直腿这样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动作做腹肌没有感受 很有可能 你就是练到了你的宽曲脊 或者是你的lower back 会有发力 我建议大家 先从基本的那个动作开始 然后你再跳这个器械来尝试一下 好吧 大家需要这么做 首先 把你的扣背 套上面 把你的手臂 完全收紧 OK 然后把你的背部 是属于这种 长背的这种状态 先让你的腹肌收紧 刚刚一样 抬起一点点 往这个状态 然后再抬 现在直腿三个已经很酸了 原理跟刚才一模一样 就是首先 让你的腹肌 有一个收紧的状态 一点点感受 然后再进行彻底的收缩 这样的话就能自然间的腹肌 刚才咱们在外面坐的时候 没法脱衣服 因为很多 对不对 很多大壮 不好意思脱 其实很多小伙伴 有个非常严重的误区 就是咱们平时做腹肌的时候 有那种从上往下做的 有从下往上做的 比如说举腿类 那有些小伙伴觉得 OK 我从上往下做 就是上腹 从下往上做了 就是下腹 其实不是100% 就是100%绝对的 当你从上往下做的时候 主要虽然刺激上腹 但是你下腹也有参与发力 同理呢 从下往上走的时候 也不光是下腹 你的上腹也会参与发力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小伙伴说 帅哥 我看你没有下腹 你看看 你只有前面这一块 你下面这两块没有 是不是多做举腿就好了呢 其实不是的 这是你天生的基因决定的 基因问题 对 这基因问题 这你再怎么练 它也不会有下腹这两个轮廓 所以大家签了 不要有这个误区 好吧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个动作 看你属不属心 再看这个刺激 上腹 然后这样 或者是 对 上反过来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动作 熟不熟悉 很多小伙伴呢 就是会看到这个动作 就是很多大神在做 自己扶外鞋 也就是侧扶 咱们常说 一个很好的动作 但同时他觉得 你要想这边练得越好 越明显 或者越大的话 你就得加更大的重量 可是他通常情况下 最多只有45磅 所以他就会不断地做 不断地做 其实呢 咱们的腹外鞋肌 因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肌群 通常来讲呢 他都比较弱 如果你用一个 他hold不住的重量来做的话 你就会用其他的肌肉来代长 最后呢 他其实用到他的位置还是很少的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个 我平时在比赛前经常做 因为激活他还是刺激非常好的 不用任何重量 而且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教给大家 然后大家经常看到 对比赛前经常的腹肌 或者是很多那种 练的体质比较低的 就会经常做这么一个pose 就是 就会集中的把你的腹肌 和腹外鞋肌顶出来 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 当你打开以后呢 吐气 然后呢顶屁股 大家会看到 腹外鞋肌这个线条 以及腹肌 对不对 明显了教练 明显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一会你看就行 那其实呢 这个动作就是 从这个pose上演变过来的 很简单怎么做呢 首先 大家 把这边打开 把你的背后肌张开 然后呢 把这个腿 单腿啊 如果你觉得比较困难 的话可以扶个东西 用鼻子吸气 然后用嘴吐气 1 2 1 2 1 2 就是大家看到 我现在吸气 在吐气的过程中呢 抬你的这个位置 用你的腹外鞋肌 把你的腿 臀部整个抬起来 然后同时这边呢 往下压 这就会让你的腹外鞋肌 有个很好的发力 就比较孤立 看一下 再做一次 鼻子吸气 嘴吐气 对我个人来讲 这个就是刺激腹外鞋肌 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你不需要做任何什么 负重啊 以及就是器械啊 或任何其他一些 要 fancy 的动作 只是需要你站着 扶着东西 充分感受 跟腹外鞋肌建立连接 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刺激 咱们一定要 同种感受 OK 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三个动作 我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我会继续以后分享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小技巧给大家 好吧 那继续咱们的vlog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第十年音乐园 在这边主要是刺激过庆祝我的生日 但是我其实是被逼的 借着生日啊 他们俩人情侣来度假 实际上我也挺想来的 因为我没来过嘛 29年了 不要暴露年龄 不要暴露年龄 各位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啊 我们要进去 你进去吧 我们进去吧 你要去哪呢 这样子 大家看到 整个这条街呢 就是一个小城市 我还挺兴奋的 虽然我的语气比较低沉 因为我听到今天感冒了 我来玩最烦的一点就是排队 而且还算短的 前面的东西都得五十五五十多分钟 好,这点是第一次在第一次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来吧 我们来一起 我们来说我们下一个 OK 好,来吧 我们来说去那一遍 你会不会再次见到 好,来吧 好,来吧 我们来带来这次的 我们来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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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到了泰山的这个丛林 这是泰山的家 我们现在在摩托车和匀 这是360线 你看我们现在的摩托车樽载载载载 这就是我们摩托车 90年 的日期 你很高兴 你很高兴 谢谢 那时期会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26分钟 26分钟 好 谢谢 你来一点一点 我来 看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杯子 你看我们的腿 真的迪士尼不适合大龄儿童过来 好晕啊 好晕啊 太快了吧 我看过你 大家看到以上就是我第一次游玩 第一次时间的一个经历 大家看到可能我当天状态不太好 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感冒 其实迪士尼本身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没去过的话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但是我绝对不推荐大家三个人一起去 当电灯泡真的是太难受了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同时呢如果没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关注 把你的小铃铛点开 好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咱们下个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